一名男子站在大马路上高举手枪 直接朝躲在机车旁的男子开出一枪 不过这还不罢手竟然想再捕一枪 但枪支却突然卡弹 被害人趁机脱逃 而嫌犯回头不见男子身影 随即在同党的掩护下驾车逃逸 远景钓鱼沿路监视器 终于在基隆市西定路的某处公寓内 找到开枪的康幸嫌犯 及一男一女两名同党 当场查扣了两把改造手枪 以及八颗子弹 不过双方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要如此痛下毒手 桌上这只手机 就是双方冲突的导火线 被害的流行男子 过去和黄姓女子认识 才将手机借给他 不过却逃不回来 仪器之下要求以五千元折递 双方也在17号凌晨相约谈判 不过男子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遭人开枪 不到一天的时间 三名嫌犯就被远警逮捕 而受伤的流行男子 右大腿造子弹贯穿 在紧急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但只因为五千元的债务纠纷 就被人开枪 连手机都逃不回来 后在远警及时将人逮捕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记得住得用喜欢 记得我们报道